似乎正是因为听到了这大汉 说出这样的一番话 徐扬原本看似迷茫的双眼当中 一下子恢复了清醒 事实上光凭对方这一手幻境能力 怎么可能控制住他呢 他就是要用假意被困的方式 套取出对方口中真正的秘密 原来如此 他设想当中的情况还是发生了 七大王侯之间根本没有表面 看起来那么和谐 既然是六王爷和三王爷之间的 一场秘密交易 那么必然会引起到 其他王侯级别的势力插手 徐扬等的就是他们 他的嘴角扬起了一抹冷笑 突然掌中轻轻一挥 直接将前面这个猥琐的壮汉 拍飞出数百米之远 整个人重重地撞击在了山中巨石内 大口喷吐的鲜血 与此同时 其他那六个人毫不犹豫地 锁定了徐扬的本体气息 对着他释放出自己的最强奥义 因为他们原本还对徐扬的实力持保留态度 可刚刚那一波动作 没有人再敢怀疑徐扬的能力 便毫不犹豫地释放出了自己各自的最强招牌技能 想要一个回合之内 直接将徐扬突袭秒杀 可惜他们的算盘毫无悬念地落空了 就连徐扬身外的护体防御都没有人能够攻破 该死 这家伙实在是太强大了 老大 我们好像都不是他的对手 到底该怎么办 这一仗还要不要继续下去 蠢货 这一战五王爷千叮宁万嘱咐 一定要有所收获 否则的话 咱们就要提头去见他呢 今日一战 不是他死就是咱们死 赶快释放出组合法阵吧 这是我们唯一的机会 其中一个矮个子的老头 开口提醒了一番 也正是在这一刻 这几个家伙施展出了自己的最强奥义 和之前单打的阶段有所不同的是 这几个人的奥义技能组合到了一起 竟然形成了一道全封闭的空间领域阵法 看得出 这阵法相当的强大 周围扩散出来的气息 给人一种撕心裂肺的痛彻之感 五爷虽然也是个实力顶尖的高手 可是面对这种强度对抗的时候 他一个人显得十分无力 本能地抱着自己的头颅 痛苦地嘶寒了起来 等待徐扬出手救援 然而让他万万没想到的是 徐扬破解这强大的组合技能 仅仅只用了一直向天的动作 接下来只是一刹那的功夫 九天之上 一道金色的雷光轰然降临 不偏不倚地砸在了眼前这几个人身上 巨大的雷光释放出来的光焰 顷刻之间便将这几个人轰得粉身碎骨 完全消失在了虚空之中 完成了这一战之后 徐扬身上的杀戮气息也比之前更加强大了几分 身外那一道若隐若现的烟红色光芒也更加鲜艳了些许 感受到周围的危险彻底消失之后 五爷整个人摊坐在了地上 心有余悸地开口询问 然后徐扬仅仅只是给了他一记意味深长的微笑 你不需要知道这些 或者说我也没有办法形容我实力的具体状态 不过营州大陆当中任何一种修炼体系 都没有办法衡量我的力量 我来自荒芜的尽头 狱外世界 在得知这样一个消息之后 眼前的五爷终于明白 一个来自狱外的顶级强者 根本不是他能够揣测的 索性也不再对徐扬的身份感到好奇了 他很清楚 像徐扬这种级别的强者 过分窥探他的内心是一件相当危险的事情 想不到五王爷也有心插手六王爷和三王爷之间的事情 看来这一次的这趟标银 根本就是一个烫手的山羽啊 五爷这般感慨着 自顾自地点燃了一支烟 蒙吸了一口 感受了劫后余生的那种清静和放松 然而徐扬仍旧是一副云淡风轻的模样 似乎刚刚经历的这一切 仅仅只是一场梦 其实你根本不用想太多 如果我的判断没错的话 这一趟标里面根本什么都没有 五爷在听到徐扬之后 整个人吓得寒毛地竖了起来 我的天不会吧 阁下是如何做出这样的判断的呢 徐扬无奈地冷笑一声 摇了摇头 如果这里面真的封存着什么贵重之物 那一定是由王侯的嫡系力量亲自护送 怎么可能用你们这些江湖草莽 还满世界打着两大王爷之间的交易信号 如果我的判断没错的话 这根本就是三王爷和六王爷之间演的一出戏 想要看一看七大王侯之中到底哪一脉 这么按捺不住 想要有所动作 五爷听徐扬这么一说 越发觉得心有欲悸 按照阁下所言 这一次咱们岂不是捧住了一个烫手的山芋 将这一份无中生有的标言 即便送到了锦绣山庄 我们得到的仅仅不过是急许银票啊 但我们日后将背负着整个 五王爷一脉的轻力追杀 这不是将咱们当成炮灰一样 玩弄于股场之中吗 徐扬笑了起来 你别忘了 就算是小兵小卒 也有斩杀王侯将相的能力 更何况在这一盘棋局当中 即便是被当成卒子的 我们也拥有掌控自己命运的权利 从现在开始 你就跟在我身边 发挥你专属的自己作用 这是能够保住你性命的唯一方法 五爷已然别无选择 他只能跟在徐扬的身边 才能够安然的活下去 也正是在这一刻 他终于弄清楚了徐扬 真正的秘密 和他掩藏在最深处的野心 徐扬轻笑的怂了怂肩 随便你给自己安排怎样的角色都好 只要你能够做到 不管未来遇到怎样的情况 都不会选择背叛我 那么我自然也会赠予你一份全新的机遇 这可不是谁都有的 锦绣山庄 巍峨壮阔的景色 很是吸引人 徐扬和五爷终于在预定时间内的 前一个傍晚 来到了这片山脚下 远远看到了明黄黄四个金光大字 五爷总算是内心长舒了一口气 徐扬也只有满满的兴奋 我已经迫不及待 想要进去一探究竟了 想看看这锦绣山庄之中 究竟藏着三王爷一脉怎样的秘密啊 徐扬并没有将全部的内容说出口 他真正渴望得到的 则是三王爷手中那一枚秦王令 按照徐扬的判断 在锦绣山庄名义上 只是三王爷的一处别院 可在这里面的地势以及建筑规模 绝对隐藏着三王爷一脉 十分重要的秘密